屬鼠的朋友今年有個吉星叫做碎盒星 碎盒是代表屬鼠的朋友今年叫合太歲的 是挺好運氣的 因為太歲星是代表今年最強盛的貴人 今年有很多人就會留你去轉工、轉變 或者有些合作 要好奧版 第二件事碎盒亦都關於桃花 碎盒是代表旺人圓的旺桃花 學堂代表如果讀書今年的成績會很好 有些工作讀完書考那張學校 之後就有晉升的機會 其實就可以辦得今年的讀書進攻上升運 在空星方面有一顆叫做病扶星 病扶星是有少少健康問題 農曆的5月 新曆的6月5號至到7月5號附近 洗牙或者去驗身的話 其實就可以化解到的了 屬牛的朋友今年是牛年 俗稱梵太歲 代表心情不好 但是心情不好還心情不好 不一定差的 因為你今年有一顆叫華蓋星 原來華蓋是藝術之星 如果你做關於藝術創作的東西 今年是會有一個 突飛猛進的成績在 原來今年就有藝術家的脾氣 加上梵太歲的話 所以今年有什麼問題 心情一般的話 記得跟別人去掃心星 就不要自己想一面 空星方面有顆叫劍鋒星 劍鋒星是代表有少少解身手腳 今年就要小心點了 我們說在微月 新曆的7月7號至8月7號 最好就是洗牙秋冬月延伸就會好些 屬府的朋友 今年有顆叫天月星 太陽星和紅聯星 紅聯星非常旺桃花 紅聯星當沒有桃花的話 今年有桃花 有桃花的話 今年容易結婚 太陽星代表屬府的男星 今年容易升職加陽光 天月貴隱也是容易有正財 有些貴隱大於正財給你 今年正財運是非常之好 屬府的朋友 在空星方面 有一顆叫做天空星 天空的話 代表很大勢 記住不要亂去賭錢 或者投機的東西就不要 也不要借錢給人 衝突的朋友 今年就沒有吉星 沒有吉星 那樣東西就要靠自己 努力多些 空星方面 有一顆叫做 酬肉星 酬肉是代表內心 好像被人困住了 不能發揮 打個比例 有些工作上 有些東西想發揮 誰知道上司 那樣東西就 把你的意見 讓你不能說 或者不採用你 所以你覺得被人困住 有顆叫做 披頭和喪門星 家中的長輩 健康容易有問題 如果長輩有少少健康問題的話 就不可以釣以輕心了